这个很简单 这样子弄转一转 停留一个两到三秒的话 其实它就会有一个弯度在 它是不会烫伤到你的头皮 你看完全没有感觉的 你穿上西装 然后再配这个发型的话 就是超级的帅 超级的Gentlemen 像那个Kingsman一样 大家好 我是Cedric Lu 宇瑞 我是一名演员 平时的时候呢 我好像要出活动 或者演戏的时候 都有一个专业造型师嘛 但是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私底下的话 我的造型是怎么处理呢 当然我有一个好帮手 是 苹果油头书 这个苹果的油头书 你可以很方便的 放在你的头发去做造型 要怎么使用 很简单 就在这Button这边 你轻轻按两次 亮了一个红灯 你看得到吗 红灯转去绿灯的时候 这边的那个温度就有200度 你的手如果是放在这里的时候 是不会烫伤到自己的 其实很多时候 你刚起床的时候 我觉得头发大概是 这样的造型 很乱 你也可以用这个油头书呢 将它输得比较平顺 这样的造型可以去买早餐啊 或者去剪人啊 好像我这样剪的比较短的 那个发型的话 你要做造型 弄给它有蓬松的感觉 然后其实哦 它这样子弄的时候 它现在会烫伤到你的头皮 你看完全没有感觉的 这样子弄转转 停留一个两到三秒的话 其实它就会有一个弯度在 一样 把自己的发辣 粘贴 涂在自己的头发上 抓一抓 就你看 这个很简单 其实因为我用了这个造型的梳子之后 我的头发其实是有一点小弯 你可以看得到 大致上都弄好了嘛 现在其实也流行这种 大男孩的这种发型嘛 搞定了 这样你可以轻松的出门 也可以做成 好像你穿西装要出活动的时候 比较型男的感觉的话 其实也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你从你的眉毛上方 来开始分线 然后停留一下往上 OK 它就开始站起来 其实你看 大致上弄了三下吧 它开始已经造型出来了 还是一样 我用为之前的那个发衣 就是一点点往旁边做啊 你想想看 你穿上西装 然后再配这个发型的话 就是朝廷的帅 叫Gentlemen 像那个Kingsman一样 就跟我刚才的那一个造型 完全不一样 就刚才是往下 现在是往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些都很有城市坑的东西 给它去定型 OK 这样子就好了 旁边 旁边 还有前边 这样就搞定了 是很方便的 所以 这个东西 其实你除了在家里用之外 你也可以很方便带出去旅行啊 因为你一冲的话 它其实是40分钟 好 是很方便的一个造型术 所以推荐大家用苹果造型术 所以我们们可以看到